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讲到了 自雕用函数的这个使用 以及讲到了一些特殊形式的函数 那接着往下看 在特殊形式函数中 还有以下几种 首先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 内部私有函数 什么叫内部私有函数呢 因为我们在函数体中是不是可以写代码段 没问题 那你可以写代码段 像你可以声明变量 写我们的条件写循环 同样的你可以再来写一个函数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再定义一个函数 写一个function 写一个a 需要接到一个参数 叫parameter 在函数体内 我们可以同样的再声明一个代码 要写个b 需要同样也传一个参数 parameter1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return一个 写成一个 用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再加上一个10 返回回去就可以了 这样的效果 接着在这里边我们再来 return一下 调用一下这个b函数 在a的函数体内 我们可以调用一下这种b函数 我们就可以写成一个 在a函数体内 调用b函数的结果为 新生一个b 接着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把这个a传进来参数 我们传给b就可以 这样的效果就完成了一个调用 那现在看这个函数 首先声明了这样一个a函数 需要传一个参数 在a函数体内 我们又声明了一个b函数 那这个b函数呢 我们可以通过传一个参 接着在函数体内 对这个参数 加一个10 比较简单 返回就可以 那现在再往下 我们就返回了 在a函数体内 调用b函数的结果 那在这传了一个参数 是不是把a 传进了这个参数 复给了b 传进了b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看 我们调用一下a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来写 写成一个a函数 传一个多少进去呢 传一个5进去 那此时会输出什么呢 来看一下效果 p-i-m-e 加剩一个10 没问题 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什么脑块写的 有问题 第11行 return 提完 parameter1 加上一个10 没问题 写上一个分号错了 好 这样 对了 你看得到调用的结果 也看到了 在a函数内 体内调用b函数的结果 是多少 对 15 这个结果呢 很简单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函数 那在我们的a函数内 我们可以 在我们的外层 可以调用a函数 那我们可不可以 直接调用b函数啊 答案是 不能的 b函数 是不是写到我们的 a函数体内啊 所以说 你可以看到 我们写一个 调用一个b函数 你看 这是报错的 你说我传一个 1进去 来运行一下 它会告诉你 未定义的函数 b 正因为有了这种效果呢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函数体内 封装一些外部 不想让外部看到的代码 那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我们这种 内部私有函数的形式啊 这种形式呢 我们就可以叫做 内部私有函数 同样的 我们在这个a函数体内 声明的这个函数呢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函数标记法 来重写这段代码 也可以 你也可以这么写 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function a函数 需要借到一个 接着我们再来声明一个谁呢 声明了一个 变量 这么一个b等一个function 使用我们的匿名函数的形式 需要接到一个parameter1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return一个b加10 同样的也可以 再往下 我们再进行一个调用 return一个b 需要传一个parameter进去 效果和上面的一样 那接着你看 我就可以调用一个a函数 传一个5 我们可以alert一下 得到的结果 你看 返回的是什么 b函数的一个 调用 我们在这儿 传了一个parameter 没问题 输出一下 调用一下a函数 写成一个5 返回了这个函数的函数体 没问题 那接着你看 在这儿我们调用了b函数 通过我们的匿名函数的形式 进行了一个调用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也可以载着来拼上 假如说再写成一个 在a函数体内调用b的结果 为 好 你看得到的结果是多少呢 return的是b加10 在这块效果是一样的 你看我们传了一个a a进去之后呢 parameter 接着我们通过这种 变量函数的形式 是不是定义了一个function啊 对吧 接着这个负给了变量b 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直接return了一个b加10 那现在呢 我们在a函数体内 调用b的结果 可以看到 得到的是多少呢 应该是 调用b的结果 bparam 在这块写错了 这块写的是b 是parameter 加上一个10 那现在得到的结果是15 没问题 这样的效果 在这里边呢 又通过我们这种函数标记法 来重写了这段代码 也是可以的 同样的在外层呢 你也不可以直接来调用 像我们的这种 啊 内部的私有化的这个函数 那有了这种函数 好处干嘛呢 首先可以来 看一下 可以解决 把它放大一点 可以确保我们全局名字空间的一个纯净性 防止我们命名的一个冲突 第二个私有性的好处 我们就可以选择 只将一些必要的函数 暴露给我们的外部 假如说有些函数 我们不想给外部看到的话 这时候就可以在函数体内 进行一个封装 也可以 那接着呢 这种形式的函数呢 你就不能被外部的应用程序所调用 这也是我们私有函数的一个好处 好 那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函数 再往下 还可以返回函数的函数 这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函数 那首先呢 我们说了 函数本来也是一个什么呀 也是一段数据 在函数体内 你可以返回 像我们的值 同样的 你也可以再返回一个函数 因为它也是一个值 这样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 在函数体内 返回我们的函数 上面这个呢 是私有化的函数的例子 给大家写一个注释 好 在这块呢 我们定一个函数 简单的function 写成一个a alert一下 a 接着我们再return一个function 在这个函数体内 我们再alert一下 bbb 这样的效果 接着你看 我们可以返回一个 像上面这种 sift chart 同样的 也可以再返回我们的一个函数 这就是返回函数的函数 接着再看 我们在外层 想调用一下a 我们可以这样来调用 当你调用a的时候 首先alert一下a 又返回了这样一个函数 你看 先弹出一个a 接着返回的是一个函数 我们调用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复给一个变量 Vr一个f1c 等于一个a 接着我们再调用一下f1c 这时候你看得到的结果 弹出的是一个bbb 这样的效果 没问题 所以说呢 你看到 第一号我们执行的 就是alerta这个代码 第二号 我们才会执行alertb 如果说你要想让一个函数 立即被执行 就可以使用我们哪一个 刚才学过的 对 可以使用我们的 自调用函数 也可以 你要想让它立即执行 我们把它除掉 就可以使用这种形式 写成一个a括号 接着再加一个括号 是不是就立即调用了 同样的 是不是等量代换的效果 因为a返回的 就是这样一个函数 那接着你想让它 立刻调用 再加一个小括号 就进行调用了 所以说呢 你看得到的结果 应该是aabbb 这样的效果 返回函数的函数 也可以 也比较简单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一种 特殊显示的函数 就是我们能重写 自己的函数 什么叫重写 自己的函数呢 因为我们可以在 一个函数体内 再声明另外一个函数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新的函数 来覆盖 我们之前的函数 也可以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何重新来书写我们自己的函数的例子 好 我们接着再写一下 也是比较简单的 来看一下效果 重写 自己的函数 在这里边呢 我们声明一个function a 接着在函数体内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声明一个函数 对吧 假如说我再alerte一下 aa 在这里边呢 我们再来声明一个函数 function alerte一下bbb 这样看和刚才差不多 接着这个函数呢 我可以直接 再声明一个变量 写成一个谁呢 a 把它复给我们这个a 不要加挖 加挖呢 是不是局部的了 对 接着我在函数体内 将这个新函数 再复制给我们的a 那此时你再看 当我们第一次调用a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 移了一个 出手话呀 对吧 那接着弹出三个a 没问题 你看 再往下 当你再次调用a的时候 是谈三个a呢 还是谈四个b呢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你看一下 我们再调用一次 第一次谈三个a 没问题 第二次 a这个函数 是不是被覆盖了 对吧 被谁覆盖的 是不是被我们在函数体内 新生名的这个函数 给覆盖了 没问题 这时候就相当于重写了自己的这个函数 所以说呢 有了这种形式呢 我们也可以拿它 做一些 第一次调用的时候 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准备工作 一次性的准备工作 调用完之后 这个函数体就被重写了 那这种形式呢 也比较有用 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用得到 那接着再看 这是一个简单代码 以后呢 像我们再学到这种 像浏览器特性探测技术的时候 还会用到下面这种形式 你看我们再来写一个 假如说写成一个function 我们生为一个变量 vra等一个function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来 让它进行一个自调用 立即调用 接着在函数体内 我们再生一个函数 写成一个test 或者说写成一个setup 代表初始化的工作 接着我return一个 或者生命一个都可以 再生命一个变量 setup 等于初始化的工作 我们就写成一个do something 这样的效果 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写一个函数 写成一个test 假如说你要完成什么操作 再写一个度也行 在这里边 我们可以来alert一下 要完成的 要执行的操作 这种形式的 这种形式的代码 我们现在也要尝试着去看 因为以后呢 我们会用到这种形式 再往下 在函数体内 调一个setup 调用一次 接着我们再返回这个do 看好了 我们再返回的时候 或者do what do what 再返回的时候 我们没有加括号 也就是返回了这个函数的一个引用 这个函数的一个引用 而不是去执行 这样一段代码 接着你看到 我们在a后面 加上了一个小括号 是不是调用了一个 立即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立即调用的函数啊 对 没问题 那接着来看一下这段代码 首先呢 我们使用了这种 私有函数的形式 在这个函数体内 是不是又封装了两个函数啊 没问题 而且呢 我们还使用了这种 自调用的一个函数的形式 接着 它会自行进行一个调用 当我们第一次 调用的时候呢 它会使用我们这种setup 因为在函数体内 我是不是调用了setup呀 可以做一些 初始化的工作 那接着再往下 当我们再调用的时候 这个a 返回的是不是一个do what 是不是返回的 这个函数的一个引用 而没有去执行 所以说你看 我们当再次调用 a的时候会弹出一个什么 alert 来看一下 是不是写的哪块 语法有问题 setup is not defended setup 大写的u 好 你看 当我们再次调用a的时候 是不是形成了这种 要执行的操作 弹出了这样一个 简单的这个 对话框 没问题 那接着这种形式 我们怎么用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以后呢 我们会讲到这种浏览器 特性探测这种技术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每个浏览器 可能操作在执行某些任务的时候呢 它的执行效果 执行方法可能是不同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个 你调用了一个函数 而改变了我们的浏览器的特性 那我们想要得到的效果呢 就是让我们的函数 针对于不同的浏览器 执行不同的函数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像我们这段代码 这样的一个技术 就可以实现这种效果 那在之后呢 也会给大家讲得到 所以说这一块呢 大家先要看一下 要了解一下这种形式 好 这是我们强调的 这三种特殊形式的函数 这三种特殊形式的函数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先好好看一下 那下节课呢 我们就要讲一下 我们JS中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币包 先把之前的搞定之后 再来看币包 就没有那么难了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